我们干脆直接先把那个刚刚大乐透的那个方法 改成用IE物件来抓取 这样两边比对你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在云专白板里面 我在底下这边一直往下 你再往下找一下 其实当然,因为刚刚跑16个page 可能跑很久,今天也可以做个表单 然后表单就跳出来,它会有个进度状态调 你可以知道大概跑多久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可能跑的叶数更多的时候 那它越一直转转转转转转,不知道什么都停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你可以试一下 只是说这个可能我们要讲的时间上来不太够 所以看后面有时间的话,再来看 那底下的话,有个什么?大乐透的IE版 OK 也就是刚刚是用Creditable的架构 应该有印象,Creditable 反正叫Creditable,可以给HTML Distination放哪里 然后再就是哪一个web table 哪一个web table 然后最后的话就refresh,资料就下来了 如果用IE物件的话 那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底下有讲了一个基本的流程 其实大概你可能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会引用IE物件 所以会有个create object的叙述 跟它讲说我要把IE浏览器从它那边帮我引用到VBA里面 那我VBA就可以存取它,也可以控制它 控制它之后的话,那我告诉它网址 它就会帮我在IE里面显示 可是你可以不显示也可以显示 就是说你可以在背后不要让我看到,没关系 你资料拿回来就好,其他事情我不管 你不要让我看到也没关系 像我们从web它就会画面上显示 但是在IE物件里面,你可以把它关闭 不看到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话,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是在背后 那你把网址给它,但是什么时候连线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要让它等 等到什么?等到它已经确定OK,连线了 并且已经把所有的网页资料通通都下载下来 因为它下载是循序的,慢慢慢慢下来 你要等它全部下载下来之后 再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把它读到Excel里面 所以大概会有这个故事 所以特别注意,会有一个等待 等待它已经OK,再往下 然后再来的话,把里面所有的TR全部读回来 最后自动调查栏宽,并且关闭IE 为什么叫TR? 可能有些同学对网页结构不太熟 第一个特别注意,这个一个Table 你把日期选起来按右键检查一下 特别注意,慢慢的以后有时间 你以后慢慢看网页,不要只看左边的东西 其实慢慢习惯右边的东西 如果你右边东西能够看得很熟练的话 以后你要抓什么就越来越容易多了 只是说这个后面是它背后的程式 其实我们要抓的东西基本上放哪里 首先第一个,你可以把游标移动 它也会帮你跟着移动 所以你会发现 你游标放在这个,有没有发现 它叫Table 而且后面有一个class的名称 这class实际上就CSS 类别的名称 不过这个目前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一个HTM的网页 其实基本上它一定是这样的结构 一定是一个Table 那再来就是一个什么 一列 一列叫什么呢 叫TR 那它一定有个TR的开头 一定有个TR的结束 那它的结束在哪里 你会发现 这个把它展开,后面就在这里 有没有 再加一个斜线TR 表示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TR R的话就是列 叫TableRaw 一列 OK,TableRaw 那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TD 所以基本上你游标放这里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个TD 后面东西先不用管 所以它的架构也是Table TR TD TD就储存格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先找到我要抓的Table 第二个的话把我要的TR抓回来 第三个就是把里面的 储存格 TD 再把它分别切割 那TD实际上就可以放到VBA里面去了 OK,应该有这种概念吧 好,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之后的话 其他暂时先不知道没关系 不过我建议以后有可能的话 你可以再慢慢去摸索一下 HTML 是坊间书籍 反正你去书店 实在是不知道看什么书 你就找一下网页设计 后面的书籍 HTML 然后后面class就是CSS 如果有一些程式就是JavaScript 反正网页里面不外就这三个 如果以后你这些东西都懂的话 那你又多一项专业技能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把最重要先跟我讲 Table TR TD 三个阶层 OK 那我们要抓怎么抓呢 接下来看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所以待会记得我刚刚做动作 右键 选择按右键 检查 他会帮我跳到这边 你也慢慢观察 反正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网页上面东西 只要看得到的应该都可以抓得到才对 他只是说你要知道背后他怎么去处理的 他这边可以把它关闭 OK 又回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要拿这个概念来写的话 首先第一个 第一步的话 如果说我只是简单要抓的话 那底下这边有一行有一段程式 就是我要抓的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把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基本上就是叫大乐透的IE版 OK 那我们先d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我把它贴上 那IE版部分的话 然后把它先抓一下 开一个空白的 那我现在只有抓什么 抓第一个page就好了 因为后面的page 其实配合一个回圈就好 所以基本上 我就把我要的那个网址放在这边 然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跳出一个IE浏览器 瞬间又关闭了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不想要把它打开的话 你的visible 可以把它改成不要是true 可以把它改成false false的话就关闭了 开关嘛 或者甚至你这一行不要出现OK 这一行如果不出现的话 他基本上就不会 IE版OK 所以这一行是要不要开启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的话 你可以看到 目前所有的东西通通帮我过来了 但是目前因为我还没有去切他的td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黏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让他分开的话 待会就要再把它切开来就可以了 我大概把比较重要的部分先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引用IE物件 那怎么引用 set 也特别是 如果VBA里面语法 开头是set的话 后面那个IE指的是IE物件 物件的名称 OK 所以 set后面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将把取名称叫IE 然后呢 并且 create option 那后面加上什么 internet explored application 他就会自动找到你现在电脑里面的IE IE 搜导览器的物件名称 就是internet is brought application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真正变成一个IE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能够做什么呢 我可以控制它 在哪里控制 背后控制 里面的话 第二个就是再来一行就是IE里面一个方法 叫navigate 顾名是意吗 就是 把那个网址给它 他就帮我怎么样呢 进到那个浏览器里面 OK 那下一行 当然这一行我刚刚讲过了 visible 要不要让它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先知道 因为有时候除错的时候要先知道 看到东西 会先让它visible 等于 true 可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把它怎么样 把它关起来 为什么 因为将来反正我只要里面的资料 我试一下 应该这一行 如果我把它不执行的话 他应该就不会让你看到IE浏览器 但是资料会不会过来还是会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这一行不是一定要都开着 将来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为什么要开着 因为以后我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还是要先眼见为凭 不然有时候用想象的 感觉会比较容易出错 OK 那再来底下这几行什么 do file do file 这是file回圈 这个跟for回圈不一样 for回圈是for I等于哪一个范围到哪一个起始点到哪一个结束点 那do file 回圈不一样 do file不是起点终点 它是后面的条件 如果后面的条件为 true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它才会 才会 才会怎么样呢 才会这个 如果底下为 true它就进到里面 为 true就进到里面 直到它为force的时候 force的时候就跳离回圈 OK 所以基本上 这里面有几种 我刚刚讲过 因为IE浏览器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不是已经载入成功了 ready了 OK 所以前面这个叙述是 如果当它ready stay不等于是 不等于是的话呢 那表示它还没去OK 还没准备好 或者是说呢 它还在busy busy的话呢 就是说它还在忙碌 没有跟你回应 就是它还在下载东西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表示说它还没有完成下载那个资料的流程 那do event就是说让它继续做吧 让它继续做吧 好 它还没准备好 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是说当它已经准备好了 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wait 把现在时间加tie value 这个其实上礼拜有讲过 不过这一个写法更简单 上个礼拜好像多写好几行 那这个的话呢 只要写一行等两秒钟 想说老师它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你干嘛还要等它两秒钟 它还是会出错 OK 所以呢尽量多等它一下一下 因为浏览器虽然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有时候抓资料 还是会出现错误 那接下来的话 再去把IE物件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回来 后面这边叫table 意思是说我要去抓table 那这个table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是第五个 可是你想说老师后面你这边怎么写写4呢 实际上这个4 因为它的编号是从我们是12345 可是如果是物件或者是像阵列 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01234 它其实就第五个 所以你不能这边写5 5就变第六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用什么方式去抓到 这边有个语法叫 Get Elephant Elephant Elephant就是那个原件 By TugName 特别注意 什么叫TugName 其实就是我刚刚 按右键 检查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一直强调TugName 就是小于后面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TugName 它的TugName就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什么呢 在IE里面有个Document底下的植物件 你可以透过它有个方法 叫什么方法 叫Get Elephant By TugName 去抓到那个Table名称 的第几个 它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Table先抓回来了 再来的话 就把里面的所有TR 有没有 TR我刚刚讲列全部抓 因为它这个Table很多列 我不知道几列 反正我全部给它抓回来 叫TRS 加一个S 然后呢就帮我把里面的东西 这个InnerTest 就是里面的文字 帮我全部读 不过我现在只有 针对列的部分全部抓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的话 你里面再加一个TD 就可以了 TD它就帮你切开 OK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RUN 那个IE物件 基本上的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都是从这个部分去衍生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算是最精简的 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会延伸一个什么 大乐透IE版 后面还有个第二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大乐透里面 我们IE版下面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抓TD的版本 因为刚刚是抓TR OK TR就一列 我要再把一列再帮我切割的话 底下的就有这个程式 如果这个程式又更复杂一些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这边呢 主要是利用IE物件 去连到那个网页 并且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抓下来 OK 抓下来的东西 并不是你平常看到那个网页的结果 而是我们按右键检查那个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里面实际上是那些 你看不太懂 那个TugName 所以我们在利用那个有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ByTugName 抓到我要的Table TR跟TD 里面的InnerTest 这样就可以把资料全部都抓回来了 OK 这个是抓网路资料的第二个方法 而且是目前 最重要的第二个方法 因为很多网页你是没办法用CreditTable抓回来 那你可能要用第二个方法去抓 叫IE物件 目前坊间的书籍跟各位讲一下 VBA里面的书籍 几乎没有一本讲到这个东西的 OK 所以你目前看到的东西 这应该原创性还蛮高的 如果你在台湾坊间的书籍里面 我好像顶多是看到有一本 大概提到 但是只有提到 提到表面的东西 实际上怎么做 它好像也没有很多的叙述 好像日本的书籍有一本是专门讲到 用VBA 直接自动化去抓网路资料 它就是 全部都是用IE物件去做的 不过这本书可能是日文写的 请各位 大概试一下 然后并且把它Run一下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不希望 让IE的浏览器跳出画面 你可以把那一行 IE.visible等于True 把它前面注解掉 加一个单引号